那么这篇文章呢 我看到这篇文章呢 发言者的名字叫王小鲁 那么王小鲁呢 如果这个是我知道的那个王小鲁的话呢 应该是原来的这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者 那么从他的这个讲话来看呢 应该是在一个内部的会议上啊 那么流出来的这些信息呢 提到的这里面参加会议的人数 都是用叉叉叉的形式啊 表示出来的 当然这篇文章啊 这个文章信息是真 是不是王小鲁不好说啊 因为所得他的名字 但是这个内容是真的 那么这个内容呢 我想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他对这个当下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疫情啊 对经济的影响呢 他有一个悲观的一个估计 就是说啊影响家种对其年全年经济的负影响 考虑到陈述效应的因素应该在六个百分点左右 所以说我想这个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六个百分点 那么这个六六个百分点 如果算进去的话 中国2020年的经济啊会怎么办啊 这几个在这样一种悲观的预期之下呢 他实际上要党中央国务院放松他们2020年的经济增长指标的这么一个计划 然后呢他认为当下中国经济的重点 应该关注于解困啊 就是把这个船头完全掉过来啊 他说主要用来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啊 疏解三脚债 不搞大水漫灌 不要和美国搞犯水比赛 否则的话 后患无穷啊 他说是这样 嗯 然后呢 这个尽量考虑一批能够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和就业啊 以公代证的投资项目 以公代证作为重点考虑啊 是这样啊 另外呢 这个考虑呢 把小规模纳税人的减免税收政策扩大到中小企业啊 扩大到整个上半年 甚至可以考虑整个上半年的全部增值税免征啊 另外给企业增加贷款贴席 先救活企业再说啊 对困难和失业人群有财政拿出钱来 提供久急紧急救助 特别是没有纳入社保的失业人群 那么这个季先生你是经济专家 我就想请你啊 从你的专业角度啊 再加上记者角度呢 来分析分析这样一篇文章啊 他实际上啊 我觉得他是对目前的中央决策的一种批评和要求 这个建议中央决策层把改变当下的这种啊 坚守既定的经济政策目标的这么一种决策思路啊 是不是这样 那个小朋友 你一直说我是经济专家 我不是专家 我就是那个砖头的砖 搬砖头的 因为我是因为原来做记者 跑财经 跑了一些 所以对宏观经济会有点兴趣 或者说有点了解 他正好谈了宏观经济 对 所以他的这个担忧就是国际上现在都是基本上出来的数据都是这样 世界银行的最新的经济报告预测 就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这种影响 中国乃至于它不仅仅是中国 就是今年的经济增长 中国会会有很大幅度的放缓 这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我相信是全球了都会大大幅放缓 所以世界银行它经济报告的预测就是预计中国经济增长 就GDP增长呢 它将放缓到2.3% 最差可能放缓到0.1%的增幅 那就等于说是经济没有任何的这个发展 那这个还是 相对来说 还是就等于说你没有负增长 那么彭博报道 由于中国第一季度经济数据 他觉得那个不结预期 这个不仅是不结预期了 是很差了 那你基本上就是中国经济第一季度 是出于停摆阶段 所以彭博的三位经济学家 他下调了对中国的这个2020经济增速的这个预测 有5.2%的大幅增长 下调到1.4% 所以就是世界经济的那些专家 都是对这个中国经济不看好 就我所熟悉的那个一位经济学家 那真是经济学家 那个也是朋友 就现在中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 是叫马骏 他原来德意志银行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 那个他就讲中国GDP下降到1%和2% 那个是有可能的 那他也认为面对巨大的不稳定性 建议中国今年不要为GDP定目标 以免的被迫搞这个大水这个漫贯 就大家都在担忧 为了促进这个经济发展 为了保这个GDP 就像当年这个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 那个温家宝推出这个就是大水漫贯 那个用积极的货币政策发行这个 发行草票 当初的认调是经济不能低于 增长率不能低于8% 因为低于8%会有很多的失业 会有很多的这个就社会问题会产生 所以那个时候就提出的口号就是宝巴 我想也是基于那一次的 这个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影响 中国经济放缓 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影响 要求宝巴的这种影响 那个可能当政者也会采用一些 刺激措施来保证今年的GDP的这种增幅 但是今年的这个全球形势要远远差过当年 所以一些有是知识那些那些经济学家 确实都是在向这个中央建议 你比如说现在这两天网上流传比较多的 就是上海的中欧管理学院的教授徐晓年 我是听过他几次的报告 他是比较相对于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学派 他一直是在建议中央要放宽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 那向中央建议要国退民进 向中央建议要更多的这个改革措施 然后让那些中小企业首先是要保生成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逻辑关系在里面 就是在疫情消退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首先应该是考虑 这个保持你的这个存在 这个保持存在就是要解困 解困了你才能够存在 这个就是要让那个城市居民 现在农村相对会好一点 但现在受影响的主要是城市 让中小企业能够度过眼前的难关 逻辑关系就是这样 你眼前度不过 都不过你哪有这个将来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经济停摆了两个月 低下层的老百姓 那个没有那么多的城梁 他必须要求生成 那么那个再加上现在疫情还有多久 这个情况你也不清楚 那你也不清楚 所以这个他必须要解决本身的生成问题 那么也就是解困 把这些困境能够解除 企业能够继续生成 他才能考虑接下去的这个发展 所以他是现在比将来更重要 解困比你的GDP更重要 解困是当前GDP是到年底 所以你现在都成活不了 你怎么来讲未来的这个高增长呢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讲了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我是觉得是很有道理 那么不能疫情过了 就是要急功近利 那这个会很要命 小平 谢谢这个G先生开了一个头啊 那个这篇文章呢 他当然他这么讲中国经济这么悲观啊 他是认为呢这个世界性的这个经济的大萧条 这是一个前提 那么在这个大萧条的前提下呢 再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那么最后呢再回到了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对策 是这么一个思路 那么刚才G先生也分析了他调整思路的一些想法 他实际上这个想法呢跟他听到的中国的别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呢 有一致性 所以我想听那个薛先生啊 你怎么看这个 从这篇文章来看世界经济 中国经济 以及对中国经济建经济政策的这样一个调整的问题 我觉得我有个担忧啊 就是这个学者呢 他说要要要北京啊 放弃啊 考核增长目标 转向应对危机的模式 就是说啊 北京现在还是在恪守 他的这个提出的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个路线 比起现在现在这个方向推进啊 包括他的要求富贵富产 也是到这个方向 就是要实现经济目标 那么最新的一期的这个啊 最新的一次的这个政治局会议呢 他的中心化还是带扶贫啊 还有扶贫啊 对啊 那么前前一段时间呢 北京高层也是政治局呢 他说对这个疫情的分析呢 也认为他是暂时性的阶段性啊 这个不会有那么严重 那么从这个文章来看呢 他是认为比较严重的 所以一系列事情证明就是说 这个可能是北京的决策成有巨大的一个错误 薛先生 我觉得刚才薛先生的这个分析 跟这个所说的内容非常具体 这个事实上也是如此 那么现在在这个中央当局啊 现在是所推进的 仍然还是以6% 这个GDP6%作为他的目标 这个GDP的调整 你必须要看到了整个世界的形势 世界跟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个周边发展的这些的这些条件 那么才能够来把这个GDP的这个目标啊 定得更为明确 当然6%这个目标是原先就已经有过的一些的说法啊 那么现在的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疫情在完全在慢慢的给他这个平稳了以后 希望能够能够快速的能够赶上啊 不过这是一个应该说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奢望 那么如果说因为要追求一个目标而最后牺牲掉了一个现实上面的一些必须要这个要补充的 现实上面必须要调整的 那么这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一些的这个伤害 我觉得那是在经济上面应该要特别的关注的 那么在目前这个事实上在今年第一季度 那么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整个各方各业的指数都是一个非常这个很很很非常这个萧条的这种状况 当然我们当然知道那么在第一季度里面的是主要的城市都是在封城的这种现象 那么所有的生产事业也都停摆 所以造成了这样子的一种这个结果的这是必然的 那么在第一季度根据有关的这个报道啊 他们的统计说是在今年第一季度的社会消费 它的就可能下降到百分下降百分之二十点五 那么它的这个资产的投资也就是固定资产投资 这个买房了或者是其他的工具设备啊等等 那么这个下降百分之二十四点五 但是这样子的一种的这个不晓得它的科学依据如何 是不是真的如此 如果说你按照这个在一般的这个来看的话 也许可能还要更甚 因为这个所有的一切这个社会都在停摆状态当中 怎么可能只有这个下降只有百分之二十点不到百分之三十 但是呢这个根据一些统计的说是这个情况如此 那么当然从三月份开始慢慢开始复工复材 可能会有比较是这个往回往往这个正向来来发展 不过在整个今年整体的这个GDP 只要是能够来保持正这个正数的这个百分比 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非常简单了 非常不简单了 因为你在整个的国际环境当中 现在事实上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对中国也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 整个的中国出口现在几乎是这个产业有很多断裂的这种状况已经发生 那么很多市场丢失已经成为一种事实 在未来是不是还能够说来有能够这个挽回 是不是这种情势还会持续 这现在也都是在继续的发展当中 没有人能够肯定的说 只是能够说是有待努力 那么至于说努力的结果 谁也不能够这个来讲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样来把中国本身已有的这个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 特别是民生的这种企业 民生的事业 一定要把它鞏固好 这维护在基本的这个生产力 那么基本的这个运作力 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如果说是只是祈求一个目标 而要完成这个目标 来用一切的力量来完成这个目标 那可能事得其反 那么可能最后的结果呢 是反而是造成了这个在民生 在这个基础工业 基础的这个商业受到了 受到打击 没有这个怎么样来复苏 这些基础的商业跟基础工业 我觉得这是当前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步 有了完成了这一步以后 然后能够说在这个基层 基础的这个商业 能够都已经有了新鲜的这种活力 有了一个复苏的动力 然后再开始推进 那么再包括了是对外的这个 对外的这种外贸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建设 另外一点就是说 这个国家的这个 国家的资本投资 本来在在2019年的时候 那国家资本投资 那么在各个省市呢 都已经有了他们既定计划 这些既定计划呢 也都是那是多少万亿的人民币啊 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些的 这个国家投资计划 那么至于这些计划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来来这个继续的来完成 有人说是增加内需 那么增加内需以后 就可以增加这个在国内的 本身的这些基础工业 或者是这个商业的流动 那么这对于国家经济 就可以产生一定的动力 不过这些的资本投资 现在是不是一个特别基要 我觉得这是这个 看经济专家 从哪一个层面来进行分析 不过在一般的这个民间的 来看这个事情 还是先就这个民间的这些商业 和民间的小企业 这才是这个 可能是远重要于 在目前国家这个省市的 这种这个资本投资 那么可能资本投资 向后压后 可能对于当前的情势来讲 比较有利的 他这里面提出了一些 具体的建议 我想问季先生 你对他的这些建议怎么看 例如说 这个解困优先 不搞刺激优先 民生优先 不搞投资优先 必须实行紧急救援 那么我们也看到全球 很多国家都给老百姓 写字票 发字票 寄到他们的手上 好像 中国 不打算这么做 对不对啊 另外一个他说 几十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 几十万亿 几十万亿 这个投资计划 在正常情况下 我也认为规模过大 如果继续执行 这些投资计划呢 必然挤占大量财政经营资源 这些投资 对经济增长 原水不解禁可 但是对于现在企业产生 几出效应 雪上加霜 呼吁紧急叫停 除少数有特别重要经济社会意义的项目 大部分项目应该下马 政府支持 支持应该首先用于挽救企业 和救助失业人群 这些政策都非常的具体 季先生怎么看 其实他刚才讲的那个 在08年 这个温总理时代都采用过 那个时候就是用投资来拉动 所以他为什么当初我们知道 他释放了4万亿 4万亿很多项目 包括这个高铁项目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启动的 那么国家就是大量的这个资金 拿到社会上 那个启动很多项目 那有些项目是本来 就是在计划当中的 现在把它提前了 那么 其实要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增长就是几个 那一个投资 一个外贸 一个消费 就这三块 那么现在他 如果按照刚才他所讲的 他实际上是不赞成那些做法 就那些做法 我认为他是在杀鸡取卵 那个你要加大投资 但是现在香港的 不是香港 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 他们对经济的贡献 已经占到很大的部分 包括对就业 那如果说你那些大项目 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在控制着 你那个水要流到民间 流到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 那这个只是水跌 可能是 那个这个过来以后 还没水还没到 他们这已经生成不下去了 那么你这个投资 原来我们中国很大一部分的 这个增长 很大一部分的投资 是来自外资 现在外资可能 正好是撑这个机会 本来就在往外走 对吧 都在往外走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外贸 外贸原来对中国的经济拉动 也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但是现在 刚才薛先生也讲到 由于这个疫情 各个国家闭关锁国 使得产业链 那个全球化的产业链 遭到了打击 这种断裂以后 很多企业 现在我碰到一些企业 很多企业它开工 开工它是外贸的 像广东那些 它是外贸企业 它现在原来的 这个对外的联系的企业 都找不到人 因为那个企业都不上工 海外的企业都不上工 那么它的订单在哪里 要做什么 以后怎么交付 怎么联系 都找不到 所以外销这一块 也受到很大打击 即使是内销的这种开工 服务业现在打击很大 那个 这个 有些人员还出不 我们知道大城市的服务业 主要是外来工 外来工就出不来 还有比如说你像 像在深圳 深圳很多的服务业 是为香港人服务的 现在香港和深圳的 这种隔离 就是香港人去深圳 去内地都要隔离12天 到14天 所以你的消费 也都会成问题 所以很多为香港服务的 捏脚的 按摩的 那个这个夜总会的 这些 这些 这些找不到 没有工作 为了深圳 都跑到企业去打工 学习打工呢 当然企业需要工 因为人 那个离开的人 还没完全回来 但是有的时候 又碰到了一个消费问题 那几个月的 有些人几个月没有收入 你叫他消费 他的消费欲望也不高 所以内地 那个像香港为什么 香港也好 这个澳门也好 都发钱 包括你们美国 直接就发钱 发钱的目的 一个是为老百姓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损失 做些补贴 另外也希望来促进消费 我知道那个内地 也有这样的情况 像浙江 好像其他地方没有 浙江就不知道是特许 还是怎么样 它是给浙江的老百姓 杭州的老百姓 发那个消费券 你用这个去消费 就可以使用 而不是发钱给你 中国人很多时候 你发了钱 他藏起来了 他不去消费 那为什么浙江可以这么做 其他地方没有做 是不是作为一个试点 还是给他特殊的一个政策 我就不知道 但是显然他这么做 这个方向还是对的 正像那些经济学专家讲的 你现在先要救急 先要救急 然后才来讲你的这个GDP 因为现在你一确定GDP 就像08年的时候要保八 它的逻辑就是你保不了八 社会会动乱 事业人口大增 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充分 对这个市场的发展的 这个了解和怎么治理 我觉得那个时候不成熟 所以这种观念给领导人 领导人都接受了 就提出了保八 然后大量的这个放水 让一些项目 重要的项目上去 那么来刺激这个经济 但是现在这次的情况 完全跟那次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先要救急 先要解困 不要定这个市级目标 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 小兵 好 这个经济话题的我们两位嘉宾 也就我们就是这次聊到这地方 那么实际上更多的问题 取决于这个疫情的发展 这个发展能够我们相处